我們這樣敲一敲,它只是讓你乾過癮而已 你真正要做出東西來,你要做造型 有時候這樣敲還真的不容易敲 但是沒有關係,我們就從頭來一下囉 來,請你從這邊再開一個新的 我們來介紹一下有一個很好玩的工具 叫做投影機的工具 我們一樣從這個地方體開始 從地方體,好,按一下OK 好,那你進來了之後呢 你從左上角這邊,換一下工具 有沒有發現有一台投影機 有沒有找到,這台 投影機 我現在要的就是這一個 你把它按一下 你有兩種方式可以做投影 一個呢,是找圖片 一個打文字 所以你應該知道 我們家這個文字怎麼打出來了吧 所以如果你要的是像這樣子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喔 它這邊只能打英文 你要用中文,我們有別的方法 用轉成圖片的再來用 所以如果你要找圖片,我就點一下 然後呢,它就會跟你講 請你提供你的圖片檔案 好,請你提供你的圖片檔案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去找找看 好,找找看 來,我們就直接從這邊來找一下囉 好,我們從這邊 那老師想要找什麼的 你有想要找找什麼的 你有想要找什麼的 你有想要找什麼的 我現在是都平安拍他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這樣有沒有找到 有齁 電腦也可以當手機來用啊 然後老師,您不要忘記您前面這一台 我是觸控螢幕喔 不想用滑鼠可以用點的喔 好,我就找一張 點下去 這一張圖片找到對不對 把它存下來 按右鍵 另存圖檔 好,我先放在桌面上好了 存下來 那麼,我現在找到的 我就來告訴他 我要一張 把它上傳一下 開啟 它就跟你確認一下 是不是這一張 好,傳好了 點下去 有沒有選好了 所以它就從這邊投影過去 那老師,我們的立方體 不是六個面嗎 那它現在是不是有三個方向 它的投影會怎麼樣 從這邊穿透過去 穿透過去 所以另外一邊是反方向的 就是它從這邊投過去之後 你如果從這邊看過來 另外一個是反方向的 但是沒有關係 你看,我按OK喔 按一下OK 你看這裡 一個方向 有沒有後面還有一個 這樣有看到的齁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來調整一下囉 我先讓大家先找一個你想要的圖案 好不好 大家現在都找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進到這邊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幾個工具可以用 首先第一個就是你的圖片的位置 還有大小啦 方向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剛好有一個老師 他圖片比較大張 那比較大張 可不可以縮小 可以 預設是平移的工具 所以你看我先移過來 有沒有發現會亮起來 亮起來之後就表示你在那張圖片上了 有沒有我可以移動位置 好,那如果我覺得太大了 你在這邊 第四個工具 就是Search 就是縮放 你按一下 一樣 有沒有 就是一定要他亮起來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縮小 好,然後呢 我再移動一下 看你要放在哪邊 所以如果你要留字的話 我可以在這邊打字 對不對 好 如果你確定都好了 這個是旋轉 這是旋轉 如果你確定都好了 請按右手邊這裡 這裡 這一個 有沒有一個好像著子的 右手邊最右邊那一個 著子這一個 你就把它按下去 我們就準備來敲囉 嘿 有看到了齁 著子按下去 那 有沒有發現 變了 所以我剛剛講 老師不要找太複雜了 因為轉過去之後就變這樣 可以齁 哈哈 來,那 老師有沒有 以前有沒有玩過印章 印章不是有分陽科跟陰科嗎 所以 您看一下上面這一顆 當你按下這個著子之後呢 有沒有這裡有這個 這樣子 叫做陰科 這樣子 叫陽科 有沒有這個可以按 嘿,我先照他預設的 我們來看看到底會有什麼結果 來 請問 Hello Kitty 如果要老師敲 你有辦法敲出這麼漂亮的嗎 很難對不對 來 今天就是要讓大家有成就坎的 這樣子如果你在敲不出來 我也沒有辦法 只能說你選的不按太差 只能說你選的不按太差 請問這樣我有沒有不小心把Hello Kitty敲出來 這樣夠不小心嗎 你可以放大 但是要注意喔 敲一次 是這樣子 再敲一次會怎麼樣 會再敲下去喔 你看我還記得 有沒有打穿進去一點 所以 記得要會還原好嗎 那小的地方 沒關係 它每一塊都是獨立的 那你如果不要敲那麼深 你就是用比較小的工具去敲它 這樣有沒有可以確保都一定敲得出來 可以對不對 好 那如果你敲完了 你就可以按這個叉叉 按這個叉叉 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 你原本的圖案還是投影在那裡 可是這是看的時候 看的時候 原本這樣投影過來 但是呢真正印出來 當然就沒有這個 這樣你了解了 好 那你如果說 欸我不想要看投影了 你可以回到剛剛那個工具 投影機這個工具 跟它講我不要這個囉 就把它關掉 你就表示這個我已經做完了 有沒有這樣拔頭Kitty 出來了 這個是不是我們講的 那個叫做什麼 凹下去的 對不對 凹下去的 那如果你要讓它凸出來怎麼辦 我用另外一邊 我用另外一邊給你們看一下 好 一樣 回到這裡 照相機 的投影機 好 那你剛剛有用過的圖片 不用再上傳 因為它把你存在它上面 我就按一下 好 一樣投影出來 OK 現在呢我們就找一下 好 在這裡 我用另外一邊 好用另外一邊 好 那我就直接進來 就不調整圖片 點到它 我換一個 好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講的 剛剛那個是陰科 這個是陽科 陽科的話是要拔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我在敲的是哪裡 是敲不要的地方 剛剛敲的是藥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剛剛敲的是藥的地方 它就變成凹下去 那我現在敲的是不要的地方 它就變成凸出來 所以看一下 有沒有好多Kitty就凸出來了 所以你知道這個可以拿來做什麼的嗎 做硬張嗎 剛剛一直在講硬張硬張 可不可以給同學自己設計印章 可以對不對 印章大小由你自己決定 這樣就可以設計很多不同的 因為以往 有在做印章的時候 那個橡皮 就是那個橡皮的那個去刻 對不對 用雕刻刀啊 去刻 好但是呢 這個也是另外一種方式 對 各位你有沒有覺得 你沒有把聲音打開很可惜 有沒有 這樣可以肯定你一定敲得出來 所以 這樣子你就可以做不一樣的 好這個是凸出來 那你不要那麼凸 就是要用什麼 用小的 好就用小一點的這個 這個 他就可以刻比較小的 有沒有人規定一定要一次就全部刻完 沒有啊 你可以分次刻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這邊 像這邊這一個 我這個好了 我就告訴他 欸我現在要重新進來喔 這個我不要了 我要在這邊打字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你可以打 比較粗一點的 我建議老師可以打粗一點點的 因為你太細的話 我們畢竟3D列印啊 他的那個什麼 那個精細度啊 可能沒有那麼高 你如果用太細的 可能效果會比較差一點 好效果比較 所以我會找一些比較粗一點的 或像這個impact 有沒有 這很大 Hello Kitty 好 像這樣子按 什麼顏色沒有關係 OK OK 有沒有 字就投影進去了 字投影進去了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投影的 字 一樣 在後面的會點倒 在後面會點倒 所以如果你 這個 不OK的話 你可以換一下 點到這邊 你看我點到這裡 移動工具 我現在如果要 刻在這一面 但是字是不是點倒 怎麼辦 這裡有一個叫 鏡射 有沒有看到 你按一下這個工具 移動工具 他的這個就會跑出來 有沒有一個 鏡射就是這個 所以我可以告訴他 麻煩你幫我鏡射一下 按著他 有沒有回來了 對不對 點他一下就好了 你不用拖曳 所以我們圖案也是一樣 如果你發現他顛倒了 你那一面 你就可以改變一下 那我就移動一下 他的位置 可不可以放在下面 所以不是說一面只能刻一個 喔 那這樣子好了 就 爪子就拿出來 你要他凸出來的 我就用這一個 如果要他凹下去 我用凹下去 好了 來 我就不要那麼大顆 顆 細一點 哇 我弄錯了 來 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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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凹下去的 好 你也可以放大一點 按右鍵 滑動一下 這樣老師沒有信心 可以做出不錯的作品了 但是我可以確定這個 你在網路上是找不到的 呵呵 一定要自己來 對不對 欸 老師如果真的敲過頭了 該怎麼辦 你不要忘記 你有修補的工具啊 對不對 一樣可以修補一下 喔 我這個就敲太深了 敲太深了 這樣老師應該知道意思了 我就不用再做太多了 這樣就好了 好 插插 那如果投影不要 就記得回到這邊 投影機把它插插 這樣你就看到 真正到時候印出來的感覺 這樣您了解了 OK 所以這個是 像這樣的投影機 是不是就很好用 就可以拿來用 這個可以設計很多 那當然有沒有一定要用立方體 沒有的 你後面也可以改 等一下我再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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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